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伟哥的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玩的玩家 文账克隆战的游戏视频 今天用的是孙悟空 对面是吕布 如果说早期的孙悟空好像打吕布的话 好像不是很好打 以前好像用过孙悟空 老版本的孙悟空去打吕布 我打得很惨 现在感觉 刚开始感觉还是挺漏的 看他们挺漏的 有点难打 没想到后面还是挺好打 我们可以看现在 比赛两三分钟以后 已经5比1领先 看来这个新版本的孙悟空还是挺强势 暴击伤害也挺高 一开局就自带一个暴击效果 就相当于自带一个无尽战刃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 对面的对面的说 他的吕布都不会 我还喜欢什么 其实这边我们是两三个 两个人喜欢的孙悟空 然后就真的孙悟空 打得还挺不错 孙悟空暴击起来 打起来这个吕布也是挺惨的 一半下去也是挺疼的 主要是对面吕布好像不出漏 好像都是那种半漏半输出的专码 他们半漏半输出 基本扛不住我们这几刀 几半 而这边我看到这边 他那个吕布没有到血 我想冲进去直接跟他来一刀 刷子一下子 然后最后被塔给射死了 就相当于同归啊 而这边自尊宝的皮肤 为什么那么受放营 就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个猴子 猴子应该是挺热门的一个英雄 挺瘦 挺瘦好多人喜欢啊 特别是他这个暴击伤害啊 打到后期 那个基本是没能能抵的抵挡几下的 再露的 再露的英雄 在这个孙悟空面前 也是毕竟变成一个脆皮 扛不住几刀啊 扛不住几套 然后他的一技能有无敌效果 那种状态是吧 然后很很容易就就直接秒能 所以他的那个自尊宝皮肤啊 那个投票还场 那个票行在第二位啊 他第一位的李白 他那个主要是主要是那个 他又有一个组合对吧 还有一个王朝君的 两个人 两个人合起来 GG这个孙悟空 再加上当时投票的时候好像是 李白的那个线免是吧 然后好多小学生喜欢玩一下 体验一下那个 为了拿那个体验卡 谁说就投票啊 这是李白的黄厂 但是李白黄厂之后 不知道需要不要买 反正是28号黄厂啊 到时候看情况吧 我李白的皮肤挺贵啊 这个孙悟空的皮肤 还便宜一点 才88是吧 加王朝君呢也是88 两个套 喝起来还不 才刚好一个一套 李白的那个混球房 我们来看这边对方 对面的那个铝布啊 你看我一翻下去 差不多就去两个血啊 对面的铝布也是挺惨 一个好歹是个战绳 是吧 看看就是差不多 两三半了 两三半就带走一个铝布 主要是我们经济也是比较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13比4的成战绩啊 总分13比4 可以看见我们的经济是领先多少啊 他们的经济是落后多少 几乎是被我们一半一半敲 再加上他那个二技能吸我们 如果我们即时开个一技能 是吧 吸我们一下我们瞬间 就相当于有一种无敌的效果啊 所以说就是 就也相当于增加一个互盾 又一个无敌 这样你打起来就不想耍 这几乎就是一个开个大招 其他没有效果 只要有我们这个开了一个一技能 他那个就弹不起我们来是吧 有的时候还要反杀 只要一 有的时候就靠那么几个技能 能控制英雄 但是如果一下子没有控制到对方英雄 很容易就被对方的英雄给反杀 然后这就是孙悟空的好处是吧 有的时候他跳过来 然后马上开个一技能 你再 你刚刚那个时候用技能打他 刚好就被他那个得反弹掉 他就没有那个控制效果 一下子他就可以直接把你反杀 是吧 我们可以直接挑三个没毛病 上一战旅 一个猴哥 我都不怕他们三个 这就赶紧跑 他们追又追不到我们 靠二技能直接飞 然后队友直接过来支援 再回去敲一半是吧 然后变变开始投降了 好 那么你差不多到这里 现在欢迎大家 这段每个都听关注文号 我也给说 孙悟空确实挺溜的 这个现在这个孙悟空啊 早期刚改版的时候还不会玩 最近玩了几天 玩了几下 感觉确实挺好玩 这是暴击伤害啊 然后刚好名文一套 也给他集齐了 好吧 我们下次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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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